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磁场的 磁场跟电场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把电场换成磁场就好了 这是Wave Equations 然后我们解出它这个坡的形态 我们解这两个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坡一个是电场 我们特别挑X方向震荡的电场 因为它各种方向都有啊 那我们特别挑这个来看 只看一个方向 这个叫做X偏正波 它可以写成E Maximum Psi Kx-Omega T 如果你出现有Omega T-Kx一样的 你照样做法 因为各本书不一样 那么B就是磁场的函数 它是等于这个 那么这个里头的K就是等于2Pi over lambda 叫做波数 这个我们都知道 那Omega呢 是等于2Pi F F是频率 那么K是角频率 那么我们现在要看这个电磁波在真空里 它的数率 我们可以用V等于Omega K 这个所有的波都一样 都是Omega over K 那么我们把这个从这里头导出来的话呢 它是等于 它的大小就是差不多 三乘十的八次方meter per second 这个我们用一个鼎鼎大名的C来表示 C就代表光在真空里边传播的速度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电场的极大值 比上磁场的极大值 这个呢 是等于Omega 也等于Omega over K 也就是C 就是光束 那么所以电场的极大值 是磁场极大值的C倍 磁场极大值的C倍 那么有时候我们会用H场来表示 用H场来表示 那么我们有时候呢 会用这个H场来表示 H场 我们知道这个E如果是X方向的话 是Y方向的话 这个B就是Z方向 就是我们取X方向的 X 如果这是往这边 这是X Y XYZ在这边 所以如果这个电场 它是Y方向 Y方向 那么它的H场 我看看我们这里是怎么定的 B场就是Z方向 YXZ是X方向 因为它行进方向是这个方向 所以这个component跟这个 Y 电场是Ycomponent 磁场一定是Zcomponent 这两个是同时出现的 那么H场也可以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H场写出来 它是H Maxima Sine KX 减 Omega T 好 那么我们知道 H M 它是等于 B M overMulian 这在真空里面 真空里面 那所以 我们就可以 知道这个 这个是E场等于B场的 跟B场的关系 我们再写一下 它就等于 C Mulian HM 好 C 乘Mulian 它就是等于 根号 Mulian Epsilon Zero H M 那这个等于什么 我们写 Eta Zero H M 好 那这个 Eta Zero 就是等于 Mulian Over Epsilon Zero 这个叫做 Intristic Wave Impedance Of Free Space 就是真空里面的 自 波的 自由主抗 自由主抗 在真空里面 是多少呢 这个是真空啊 我们上次写过 120 Pi Om 或者是 等于 377 欧姆 你们家那些学电磁学啊 这个学电磁波 这个都要记住的 OK 好 那 我们知道这个以后 我们就介绍了一个叫做 Pointing Vector Pointing 向量 好 那么 有的书上是用这样子的表示 有的书上写成这样子的表示 都代表是Pointing Vector 那么 那么 它是等于 Mu0 电场 的顺时值 Cross B场的顺时值 因为Mu0 B over Mu0 就是H 因此 因此 它就是 E Cross H 这个功率 这是功率密度 S 为 功率 密度 Power Density Poly密度 它的单位是瓦特 Per Meter Square 其实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Intensity 就是强度 强度就是说 穿过单位面积 单位时间 穿过单位面积的能量 这其实就是 等于强度 那我们 导出来 因为导出来过 我就不再 不再讲了 这个是 时间的函数 这是时间的函数 好 顺时值 它是等于 我们写Maxima好了 最大值 不是 应该这个是 平均 功率密度 不是平均密度 好 就是 就是这个 OK 所以 顺时值 顺时值 顺时 它跟时间有关系 这个是 电场的 Amplitude 电场 的 振幅 好 那现在我们就讲 功率密度的 平均值 就叫做 强度 因为一个强度 你不能用顺时值来表示 它这个震荡 每一秒钟有几百万次 你怎么会知道 这个 每两个强度之间的 间隔 时间间隔 你根本分不清楚 我们的强度 我们的强度通常都是用 顺时值来表示 用平均值来表示 以上 以上等于说 我把前面所讲的 再 整理一下 是这样子的 好 现在我们看 平均 功率 密度 它就是 它就是 为强度 就是电磁波的强度 好 那 我们 强度用I来写 那我们可以用 Average 我们只看它的 大小 好 你怎么 平均 怎么求平均值呢 它是把 顺时值 乘上低梯 从零到一周期 积分 然后 被梯来除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 带进去 这个带进去 那么我们知道 顺时值 是这个东西 顺时值 我们 干脆这个地方 我们不要用 我们就用 一好了 一T好了 一T好了 用一T 强度的时候 我们再把这个 时间取掉 一T 那么这个就变成 C μ0 那这个呢 可以写成 2π 分之一 0 到2π 因为这个东西 它是等于 电厂的极大值 kx 减 omega t 电厂的平方 这个平方 这个平方 那就是 cμ0 1平方 第一 我们 本来是 DT 对不对 我们写成 omega t omega t 就是 你这里称 omega t 我们这个地方 也要 也要 称 omega t omega 大T 就是2π omega 大T 就是2π 好 这个 积分 我们说过 有平方的话 很难积 我们要把 sine的平方 函数 这个函数 化成它的背角 化成背角函数 那也就是说 我们要把 这个 化成 2π 分之一 1 1m 平方 over 2 然后呢 0 到2π 1-cos sine 2 kx 减 omega t 身上 d omega t 好 这个积分是0 这个积分就是2π 2π跟这个2π 约掉 那它就变成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式子 好 它就等于什么呢 它就等于 C μ0分之1 1m平方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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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这个平均数是2π就约掉了 那这个2啊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 根号2分之1m的整个平方 于是 它就变成 这个 我们再写一下好了 平方 那 那 根号2分之1m就是它的 root mean square value 这个就是等于 Cμ0分之1 身上1的 root mean square value root mean square value 的电场又叫做effective electric field 叫做有效电场 OK 电场的有效值 电场的有效值 这个式子很重要啊 我现在特别把它写一下 我们不要写项量 只求大小 西层μ0我们刚刚做过 它是什么东西啊 西层μ0啊 就是这个 插掉 前面插掉了 其实它这个就等于 还有这个 这个就写成 ε0分之1的rms的平方 e0就是真空里面的 自由足抗 120π欧姆 或者是377π个欧姆 OK 等于我们会出一个例题啊 就告诉你 这个是多少 要你求 这个电磁坡 它电场的最大值是什么 通常我们 比如说有一个电坡来了 好 我们可以测 我们有仪器 可以测它的强度 所以说这个电磁坡 它里面的电场的正幅是多少 好 我们就靠这个 你把这个测出来 然后计算这个 你一会算了 你就会算B 就会算磁场 OK 电磁坡因为它里头含有电场 又同时有磁场 那么我们知道电能密度 电磁坡里头的电能密度 UE 因为它有电场嘛 所以它就是二分之一 Y0 E2 当然这是顺时值 这是顺时值 这一T的话 那U也就是T 磁难密度呢 磁难密度 UB 它就等于二分之一 等于二μ0分之一 乘上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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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方 这是Jour per meter cube Jour per meter cube 我们可以证明这两个相等 电能密度 等于磁难密度 我们可以证明 好 我们看 E UE 二分之一 Y0 E2 好 我们把 这个带进去 这个 跟磁场的关系 就是这个 它maximum的关系 是 E maximum 等于C B maximum 但是整个函数 也是这样子 整个函数 只是多后面 那个sine而已 对不对 也是这样子 那于是 我们就把 这个 C C可以 C 永远记住 它就是这个东西 要记住 一约的话 它就等于 2 这是平方 它 Y0 约掉了 它就是 2 μ0 的B平方 这个就是等于 U B 十能密度 等于 电能密度 磁能密度 等于电能密度 虽然它的振幅 电场比较强 但是这个能量呢 同一个 同一个体积里面的能量 是一样大的 电能跟磁能是一样大的 我们在 我们在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那你举目 看天 好多星星 一点一点亮晶晶 那是不是一个点啊 是不是一个点啊 不是一个点 有的比太阳还大 那是比太阳还大 有一首歌叫做小微 有没有听过 小微小微 他爱他爱得要死 他说 我要到天上去摘一颗星星给你 那是骗你的 可不可能摘一颗星星啊 不可能啊 那个星星比太阳还大 所以这都是花言巧语啊 好 那么我们说 太空中 发光体 太空中 大得不得了 那有的光到我们这里 要多少亿光年呢 多少亿年 才可以到我们这里 所以我们看起来 就是一个点 发光体 它的电磁波呢 电磁波就是一个 球面波 电磁波是球面波 如果这个发光体 它上面的功率 发光体的功率密度 我们知道的话 若发光体的功率密度 喂 那就是 我们指的就是这个东西啊 这个就是功率密度 平均功率密度 那也就是 I的意思 或者是 有的书上写这样子 都认识一下 都认识一下 你们课本不一样 有的题目出的不一样 那么 这个是发光体上面的 这个功率密度 发光体上面的哦 那么二远处的强度 这二远处 它的强度 因为它是球面坡 球面坡 它扩散的时候 正伏是随着 二的平方 随着二乘反比 所以它的强度 就随着二的平方 乘反比 所以它的强度呢 I 就是二远的I 不是这个I 我们用这个字 好了 因为它发出来的 这个是个常数 一发出来以后 就是这么大了 然后穿过一个一个的球面 穿过一个一个的球面 球面上的平均值 就是这个 好 这个单位是等于 瓦特permeter square 瓦特permeter square 好 现在 我举一个例子 北极星 叫做North star North star 又叫做Polaris Or Polaris 于地球 至距离 为431个light year 距离431个light year 就是说你现在晚上 今天晚上你如果看到新 北极星它的星光啊 那个光是431年前 它发出来的 你现在才看到 OK 好 那么它的强度呢 整个 它 不是强度 它发射出来的功率 发射出来的功率 是2平均功率 2.2 乘10的 三次方的 太阳的功率 比我们太阳 要大 两万多倍 它的强度 好 这相当于多少呢 相当于 没有算出来 我们就写到这里 就等于2.2 乘10的 三次方 在尘上 太阳是 3.90 乘10的 26次方个瓦特 它每一秒钟 有这么多个 瓦特 的这个功率 发出来 OK 好 现在我们 要求 那么 星光 北极星的星光 到达 地球 之 强度是多少 强度是多少 OK 到达地球的 不是 应该是说 北极星 到达地球的强度 还有球 还有球 球这个 球 到达地球的强度 还有球 这个 星光 它的 电长的 root mean square value 就这个 就这个 to root mean square value 好 那现在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首先就看呢 我们是在地球上测它 对不对 所以 地球上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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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 它原本的强度 被四排 R 平方来 除 四排R平方来除 OK 被这个 大小来除 好 那么 这是强度 又 我们知道 强度是等于 C μ0 1 R M S square 分之一 等于这个 所以 这两个相等 这两个相等 我们就得 一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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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是等於 那么这个二 二是等于四分一个light year 它相当于多少呢 你就把光的速度 乘上一天有多少秒 然后再乘上一年 再乘365 再乘上431 那么这个是4.08 乘10的八次方meters 你把这个带进去 这些值我们都有了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求出来 1的root mean square value 等于1.24 乘10的负三次方volt per meter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写成 1.24个minivolt per meter 它磁场的root mean square value 就等于1root mean square value 被c来除 被c来除 那就是等于 4.1乘10的负12次方 负10 负12次方 tesla 或者你可以写成 4.1个pico tesla 你把这个 这个 被3乘10的八次方来除 这个你回去再仔细算一算 这个是说 你知道一个 阿尔怎么样 你说 我看看有没有写错 我的眼睛现在 18次方 谢谢 18次方 我现在老花 有三副眼镜才能够做事 好的 以上介绍的是 你知道 这个 平均功率密度 就是说 知道测得一个物体的强度 就是发光体的强度 你可以测它的电场的 root mean square value 跟这个磁场的root mean square value 好 再来我们就介绍一种叫做 辐射压 radiation pressure radiation pressure 你们先把这个 记起来 那根据这个 我们 把这个 波 光 我们算是讲过 它有一种形态 它是 波的形态 有一种是 指点的形态 那么我们从 这个 指点的形态来讲 就是说 光呢 有许多的光子 photon 所组成 photon的能量呢 它是等于h nu photon的能量 那么它的动量 光子的动量 它是等于mc 这个其实在这个相对论里面 任何一个物质 它的总能量就是mc 那么它就是等于mc平方 这是能量 它的photon因为速度是c 所以它就是mc 那因此呢 它就等于h nu over c 所以 所以 photon它的 它的momentum 就是等于 它的能量 被c来除 这是动量啊 这是代表动量 好那现在我们就看这个 如果我们有一个光 过来了 它有一个pressure 有一个pressure 不 它有一个这个 动量 动量 mc mc 我们就写mc就好了 mc 然后说到这个物体上面 这个物体我们分成两类 一个就是说 这是完全的黑的东西 黑体 黑的东西就是说 光射到它 它就把光吸收了 它不会像我们看到的这个东西 都是会反光 它的光 反射 然后因为它是表面很粗糙 散射 射到我们眼睛里头来啊 所以我们 才看得到这个东西 如果是黑体的话 完全吸收 完全吸收的话呢 它去的动量是这么多 回来等于零啊 就是说 它全部的动量的改变就是 就是原来是p 后来变成零 后来变成零 好 那么 完全吸收光线的物体 以 其动量改变 为 dota p 等于 我们这个能量啊 这个现在这个是代表 动量的改变 动量改变 我们用这个 用这个能量好了 u e over c delta u是等于 能量改变 能量改变 就是说 你有一个 动量这么多 后来这个 它受了一个这个大的动量 后来这个动量 没有了 就变成这样 那么 完全反射 的物体 那么 它的动量改变呢 就是 你怎么射进来 光线又 怎么去了 它的改变就是 两倍啊 对不对 所以它就是 两倍的 delta u over c 这个是 动量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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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现在我们看 好 这个物体呢 它有这么大的 动量改变 如果它 发生的时间 只有delta t 第一的话 那么物体 物体 物体 受 所受之力 好了 F F 就等于 delta p 被 delta t 来除 t来除 这是动量的改变 动量的改变 好 那现在我们说 这个 它完全在表面 它没有进去 如果表面的面积 是a的话 如果这个表面的面积 是a的话 那么 表面承受的压力 表面是光压 就是等于 pressure 我们用这个 pressure 它是等于 力 被表面的面积 来除 好 我们把这个带进来 它就变成 delta p over a 乘delta t 那么 delta p 又等于 这两种 这两种 那我们就 看这个了 如果完全吸收 光线 是物体 那么 它的 radiation pressure 它就等于 a delta t 这个pressure 用这个带 delta u over c 那 这个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 intensity 被c 来除 因为这是能量 单位时间 通过单位面积的能量 叫做intensity 就是这个 如果是完全反射 光线的物体表面 物体 那么它的pressure radiation pressure f over a 也是 我们直接写后面那个就好了 它是delta p over a delta t 这是两倍的 delta u over c 然后a delta t 它就是等于 两倍的 i over c 这个是 光压 光压 那么 你 太阳照着我们 好像我们都 感觉不到有光压 但是现在我们 有一种 这个 在太空上面 你如果要从 这个星到这个星 动不动都是 几 多少个光年 就算同样太阳系的话 要好几年 那你这个燃料 总有一天用完 那怎么办呢 现在就有发明一种 就是利用光压的这种 这种伞 比如说我要往这边走 它就会打出一面伞 这个东西在这里 散在这里 然后光啊 射到它 完全反射 它就有一个 radiation的pressure pressure成像这个面积 就是力 你不要看这个力很小 它持续的在那个地方 加速的话 这个很可观 很可观 它加速 动不动就加速一年 加速两年 那这个速度会到很高很高 OK 好这个是 radiation pressure 好然后呢 它有 我们这张还有一点点 我稍微介绍完了 我们就来看光的干涉 我们刚刚讲 我们前面这张讲的都是一种偏正坡 就是说 我们只看这个坡发出来的 它电场的X分量 我们不看它的Y分量 不是没有 我们不看它 那么X分量 我们看到是Y分量 Y分量的电场 它就有Z分量的B场 Y cross B就是往X的方 Y cross Z就是往X方向去了 那这个叫做偏正坡 那么一般的这个自然坡 自然 自然坡 那么 它的这个震荡呢 比如说电场 它有这个方向 也有这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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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倍八倍都有 都一样强 比如说都一样强 这自然光 这没有偏正的 没有偏正的 OK 那我们研究的时候 不是说 一定要偏正光 就是说 我只看这个电场 这个我先不看 OK 这个电场 它一定有一个相对应的B场 那个处理起来 比较简单 所以说我们 处理的都是 处理的都是 偏正坡 偏正光 好 那么 我们现在 就看 以前我们这个电场 电场 比如说 我们看的电场 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电场 我们的电场 在这个 偏正又叫极化 就叫极化 它的H场是在这里 H场是在这里 H场 我们 就 画一个就好了 别的我们不画了 那这个如果电场啊 就在Y的方向上的话呢 我们说这个偏正面 就是Y面 它的极化面 或者叫极化面 就是Plan of Oscillation 就是它震荡的面 就是Y面 OK 这个就是 这个我们称它叫做 极化平面 这个平面呢 极化平面 极化平面 好 那现在我们 比如说我们自然光 是 它是没有极化的 任何一个方向的震荡 电场都有 那我们现在有一种方法 就是说 我 只要某一个方向偏正的光 这个用途在哪里呢 比如说我们戴的这个眼镜啊 夏天太阳很大的话 我们要戴太阳眼镜 这不是 不是因为戴了太阳眼镜 看起来比较帅 不是 它是保护眼睛啊 让这个强度啊 减弱 让强度 就是说 它进来的各种方向的都有 各种方向偏正都有 那现在我们只要一个方向 那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有一个叫做 我们现在看看偏正光 这个偏正光 跟我们前面讲的偏正的极化波 就是偏正波 意思不太一样 偏正波就是说 我只取EY来看 别的我不考虑 但是真的这个偏正光 但是真的这个偏正光就是说 我只要这个方向的电场 这个就是polarized light 那我们怎么样子弄法呢 我们就有一种材料 画一种材料 比如说 比如说有一些 看起来好像黑色的那种 那种塑胶纸啊 塑胶纸 你把它拉长 结果它的分子就在这个方向拉长了 它的分子就变成这样子了 拉长了 那么 拉长了以后啊 它的这个波 X 这是Z 我们叫做光就是朝 朝X方向 朝X方向来的 OK 那你的电场 任何一个方向都有电场 比如说 其中有一组 电场在这里 电场在这里 但是这个电场啊 它只允许 这个方向震荡的电场通过 它不允许 它不允许这个方向的电场通过 所以呢 它呢 只有这个分量可以通过 只有通过的 就是只有这个分量 OK 这个就是EY EY 如果这个角 是θ角的话呢 那我们看 那我们看 我们说这个时候 它分成EY跟EZ 那它只让这个 EY通过 EZ不能通过 EY 分量 可通过 那么EZ分量呢 不可通过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算出 它的强度 我们知道 原来的强度 原来的强度 I0 它是等于 E0 Square 乘上 就是E0 Square 原来的强度 原来的这个强度 OK 那现在EY呢 EY我们从这里看就知道 它是等于 一零乘上cosθ 那么I就等于 一Y的平方 等于一零平方cosθ 那么一零平方等于I零 所以它就是等于I零的cos平方θ 所以这样的一组光 这样震荡的光 它的强度只是cosθ的平方倍可以过来 那么它不只有这个了 它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都有了 我们就看这个上面 从零度一直到π度 那么它的intensity average value 它就是等于I乘上 因为它是θ的函数 我们从零到π 然后被π来除 它就等于I零 cos平方θ dθ 这个我们现在都知道 它平均值就是 平均值应该是二分之一 OK 这二分之一 因为它是等于二分之一 一加cos2θ 那么cos2θ平均等于零 那么就是二分之一 π跟π约调就是二分之一 那就是二分之二零 所以你真的自然光通过它的时候 它的强度就只有原来的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OK 好 那么 也就是说 我们 这个意思就是 我们把一个光 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的 即化材料 那么它只允许 这个方向的光线透过去 然后呢 我们现在在这里 有光线过来 这个光线呢 它是四面八方的震荡都有 四面八方都有 这是入射 入射光线 然后穿过这个以后 它只有 这个光线过来了 只有这个可以过来 这个方向的通通被阻挡了 这个我们叫偏正的 或者即化薄片也可以 叫偏正的薄片也可以 是这个意思 好 我们现在再看一个 例题 如果我们有 好几个 有一串 这个即化薄片 好 这个 爱灵从这里进来 OK 等一下 第一个即化薄片 是这样子的 然后 爱灵穿过这个以后 它的强度就变成爱弯 爱弯 爱弯就是只有这个方向 只有这个方向 好 好 那第二个呢 它的 即化方向 跟这个 夹一个 这个的夹角 θ角 如果这个是等于 60度 那么 它穿过这个以后呢 又要 这个强度乘一个cosθ 乘一个cosθ OK 那这个过来的就是i2 如果在这里头 我们有一个水平方向的 就是跟这个方向一样 好 然后 然后这个到这里 又要 打折扣了 过来的就是i3 i3 好 现在我们就来算算看 i3是多少 i3 我们可以算出来 我们知道i1 是等于二分之一的i0 就是我们刚刚算的 二分之二0 好 然后它又到这个 穿过第二个 i2 等于i1 乘上 cos平方60度 它又打了一个60度 cos平方60度的折扣 OK 好 这是i2 我们等等再算 好 到了i3以后啊 到i3 我们可以画这个来看看啊 原来是这个 这个这样偏正的 现在要改成这样偏正的 那么 不是 现在这样偏正 要改成这个偏正 这个是几度呢 这是60度 这个就是30度啊 所以呢 i3 i3 要等于i2 cos平方30度 因此i3 它就等于 i2 i2是i1 cos平方60度 再乘上一个cos平方30度 好 这个全部都是0.092 0.094 所以i3 比上i0 只有0.094 那等于全黑了 几乎都是全黑了 OK 十分之一 差不多十分之一 不到的光线 可以透过来 那么这个就是偏正光 OK 好 另外还有一种啊 经由反射而产生的偏正光 反射而产生的偏正光 这叫polarization by reflection 好 那么意思就是说 假如我们这里有两个介质 这个介质的折色率是N1 这个介质的折色率是N2 你们学过折色率没有 折色率啊 就是等于 这个介质里面的光速 被光在这个介质里面的速度来除 叫折色率 折色率 如果我们有一个光 它是自然光 我们现在简单的话就是说 我们把它画的是这个方向的震动 这个方向的震动 另外一个就是垂直方向 垂直方向 跟这个垂直方向 跟这个垂直的方向 跟这个反射线 这个角度是 这个角度要等于这个角度了 我这画得不好 这条是反射 这条是入射 这条是反射线 有入射线 有normal line 有反射线 这个面 我们称它叫做入射面 incident plan 叫入射面 那这个电场呢 这个方向就是跟面平行的 这个叫做平行偏正 跟入射面垂直的这个电场 我们称它叫做垂直偏正 垂直偏正 它经过这个反射 如果它有一个条件 如果这个角是 我们这里写booster's angle 如果它的theta 正好等于thetaB的话 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说 它反射的这个坡 它只有垂直偏正存在 只有垂直偏正存在 这个偏正都没有了 那因此 这个地方是自然光 结果一反射以后 就变成偏正光 那么它折射的呢 它有一部分折射 我这画的不好 画的不好 稍微画一这样好了 这个还是各方向都有 平行偏正也有 垂直偏正也有 这个是折射 折射 我们把这个角 称它叫做 thetaR reflected 它不是reflected reflected 因为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所以这个角是thetaB 这个角也是thetaB 我们发现 只要这个角是thetaB 就会有这个现象 而且呢 这个地方是垂直的 这个地方垂直 这个垂直也就表示 thetaB 加thetaR 要等于90度 有这个 有这个现象 我们 你们将来学电磁波 这个就可以导出来 目前我们不去导它 就是告诉你有这个现象 那么 根据这个折射 根据这个光的折射 N1 乘上thetaB 入射角 要等于N2 乘上thetaR 这个是snail's law 我们现在可以把thetaR 变成90度减 thetaR 等于 90度 减 thetaB 那这个就等于 那这个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N2 cos thetaB 由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 tangent thetaB thetaB 就等于N2 overN1 或者是 thetaB 就等于 actangent N2 overN1 如果N1 如果N1是空气的话呢 如果N1是空气 就是说那边 N1 我们图形上面 N1那边是空气 弱 也就是说空气 可 我们就有 booster's angle 就等于 octangent N2 这个是一种 现象 一种 反射的一种 反射之后 我们所看到的一种 特别的现象 那这个脚 能够产生这种 偏正坡的这个脚 是thetaB 叫做booster's angle booster's angle theta thetaB 我们写在哪里 写在这 就是booster's booster's booster's B-R-E-W booster's angle 好 电磁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ah 谢谢大家